国家证监会领导换人了 议会满工作调动了 无情同志来了 这个人事变动影响很大呀 能够和无情议会满 工作变动影响之大相媲美的 只有张楠了 张楠是谁 你来看这个大照片 哇 还是个姑娘家家的 知道他是谁吧 抖音的CEO啊 抖音在中国今天影响量有多大 不得了 你吵大A呀 你不一定要知道 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主席时来任了吧 抖音上火山上的老铁 那你不应该不知道张楠呀 张楠 抖音CEO 我不是告诉你这事 我不是告诉你 他现在不担任抖音集团CEO了 张楠辞去了 抖音集团的CEO 哇 这事啊 其实我没这么大反响 我是只知道这姑娘告诉我这个人 在业界有多厉害 在字节跳动里面 有多重要 但是我再一看网上的反应 好家伙 张楠辞任抖音集团CEO居然有这么大反响 有消息说 说张楠呀 他未来是抖音不做了 还是在字节跳动旗下 做视频剪辑平台剪映 所以现在在网上做视频的朋友 高度重视张楠动向 高度重视 张楠现在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去干这件事 视频剪辑平台 剪映 您那上面有号没有 我反正没有 有圈里的人说 事实上过去一年 张楠已经把大多数经历都已经倾斜到 剪映相关业务上了 并亲自带队 寻求在AI辅助创作上有所突破 也就是说 张楠呢 现在努力将推出一个AI生图和视频的产品 一AI生图 二视频 两个东西结合什么样 咱不知道啊 张楠辞任抖音的CEO之后 抖音集团谁来接任 议会满辞了 吴清来了 那抖音集团 张楠辞了谁来了 没有啊 所以张楠辞职以后没有人接替 相当于议会满辞职 而 无情没有到位 还有一个牛人是字节跳动的CEO 梁汝波 梁汝波说了 感谢张楠过去带领中国信息平台业务 做出的贡献 感谢他做出的突破 期待他在新的岗位上再接再厉 离职的时候 大领导有这么满满的评价 这个待遇要比一会满 工作调整 体面多了 公开资料显示张楠这个人了不得 年纪轻轻 曾经开发图片社区APP 后来公司被字节跳动说够了 2014年带领团队正式加入字节跳动 2014 10年了 所以呢 人家张楠是抖音的创始员老之一 2020年 张楠成为抖音首位女CEO 全面负责抖音 还有火山 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 都是外面议论 张楠自己怎么说 他朋友圈里面说了 2024年是他加入公司的第10年了 希望在下一个10年再折腾一些热爱的事情 并且他表示要在这个AI时代 跟时代一起成长 AI时代 我们多数人都懵懵懂懂的 不知道干点啥 人家弄出啥来 大家弄啥 咱就跟着弄点啥呗 张楠不一样 张楠说的是跟随时代 但是人家古都是有点动静来 在咱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抖音的时候 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在抖啊 这就是张楠的贡献 张楠曾经写过一段话 我看在 大厂里面在传播 张楠说2024一定是有趣的一年 也是我在字节跳动跨越的 第1个小里程碑 10年 我以前经常跟团队的小伙伴说 如果人生有3万天的话 你们要好好珍惜呀 尤其是其中的 中间的1万天 特别开心过去的 3578天和你们一起经历了 人生中无以伦比的各种精彩瞬间 其中各种艰辛和喜悦 只有一起奋斗过的人 才能真的理解 有很多很多收获 也有很多遗害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相伴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 也正是这些美好的时光 给了我 原地 重启的勇气 注意啊 人家用的词叫原地重启 不是关己 是重启 而且原地重启 张南说这是给了我自己下个十年的礼物啊 在有限的人生当中 进行一场无限的游戏 老话说的好 人生要拿得起放得下 我觉得只有真正的放下了 才能全力以赴的出发 在这儿我要好好的谢谢我自己 不负韶华 更要谢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陪我一起折腾 好了 刚开完了 下面说点正事 关于这个辞职啊 他是这么说的 我准备 卸掉我身上的重任 抖音集团 CEO 专注的从新出发 用始终创业的状态 在未来的十年再折腾一些我热爱的事情 字节跳动 是最好的平台 既有梦想 又有务实的浪漫 我很期待和简硬的小伙伴一起造梦 与这个AI时代一同成长 共同描绘出 脑海中的 奇化的世界 这个简硬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我问了给我摄像的小伙伴 他说简硬现在字节跳动里面增长最快的业务就是简硬啊 月活破亿 那我都不知道月活破亿什么意思大概一个月有增加一个亿的这个用户还是怎么着不管怎么着吧 2019年开始这个简硬上线三个月就在中国区免费iPad作为榜首作为工具类的应用现在仍然位列top10 张南2014年加入字节跳动在字节的10年的世界里他从一名创业者 到集团的CEO 仅仅花了7年的时间厉害吧 可见实力非同一般我认识的抖音小编说到他们的张总那佩服的不得了啊 说张南不是一般的管理者他是抖音的元老 他是带动抖音从0到1的发展 实现突破的打硬仗而且呢把抖音现在呢带入到了AI时代 好多家长都有那种感觉从幼儿园开始 阿姨女大 小学老师 女大 中学老师女的大学老师女的也偏多 而且那些过去都男生学习好 现在学习好的女生碾压男生的情况比比皆是 张南女中豪杰 他管理风格在整个字节 团队当中那风格犀利而且呢 大方向定战力脑子相当清楚 而且有女性的特殊的敏感对产品的细节从来不放过 炒鼓的你不一定要关注无情统治但是 解映啊AI呀 抖音呢 数字化呀 要盯着张南 张南很可能是一个方向 感谢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法兰 我在海南果春节